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这款Inventor X是微缸XPG第一款海景机壳 先给大家看看它整机装管的样子 如果你觉得它的英文比较难记 你也可以叫它侵略者 它是无A处的设计 支援倍插式主机板 还支援显卡直立 定价是4990 不过目前通路的价格大概是4690 这次我们也会抽出一位观众 可以得到Adata XPG S70 Pro 1TB的SSD 记得看到最后哦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机壳的规格 然后我们会实际组装 再和大家聊聊它的优缺点 前面板玻璃是卡扣的安装 侧边的玻璃则是需要卸下顶盖 再将这片玻璃往上提起卸下 总共有5颗预装的风扇 是随机壳一起出货的 所以拉高了整体的售价 一般风扇都只有一个方向性 通常正面是进风 反面是排风 但像这样把风扇放在展示类型的机壳 如果要维持散热的合理性 风扇有些就要反装了 但这样大家就会看到风扇的后面 也遮掉了ARGB的灯光 所以现在许多预装风扇的景观机壳 很多都会使用反转风扇 像Inventor X 它前面有4颗12公分的ARGB的反转风扇 侧边三颗进风 底部一颗进风 在合理化风道的同时 又能让正面扇叶发光的区域朝向外面 看起来会比较好看 后面的风扇就跟我们一般常见的风扇 转向是一样的 那它跟前面的风扇 就是差在转向不同而已 ARGB还有规格都是一样的 我第一次看到这款机壳的价格的时候 其实又吓一跳有点高 那毕竟这几个月 海景机壳的价格在许多机壳厂商的竞争下 不断被往下探 不过仔细看规格也可以看到 这款机壳它除了预装的五颗风扇 它也随附了显卡的直立套件 那包括了PCIe的延伸板 可以固定在机壳上 以及后IO挡板可以整个模组置换 以目前显卡直立支架比较便宜的价位来说 大概在1500 所以售价减掉1500可以推得 Inventor X它的价格可能在3000出头左右 那再加上其做工 我觉得如果以这个标准去衡量的话 价格还算是在合理的范围 那这好像也是我第一次 亲自储装被插拭的主机板 那我这次使用的是 华硕的TUF Gaming B760M BTF 这是一张MATX的板子 价格也不贵 那来搭配i5-13600K 供电对它来讲足够 i5也很丰富 自带了Wi-Fi 而且使用了便宜的DDR4 那最重要的是 它是被插拭的 包括CPU的电源 24Pin的电源 USB SATA F-Panel FAN 还有ARGB等等 都会从背面去安装 那配合机壳前置的USB-C 它也支援了USB 3.2 Gen2 10G 后置也有USB 3.2 Gen2 x 2的 20G的USB 主机板选择好之后 我们记忆体就选择了 威刚的XPG Spextrix D50-3616GB x2双通道 它本身有深灰色和白色 两款可以选 那我选择的是深灰色 虽然机壳水冷都是白色的 但是我考量到 主机板它本身是黑色的 这是如果为了去 搭配机壳而选白色的 反而会让记忆体附近 会变得比较突兀 所以才选择能够 融入主机板周围 是觉得深灰色 而这套机体在规格上 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采用的是 海力士的颗粒 而SSD选择的是 PCIe Gen4 x 4的SSD 算是目前CP值 比较高的选择 使用的是XPG S70 Pro 1TB 这是一条CP值蛮高的SSD 速度可以到7000Mbps也非常快 使用的是SMI的主控 自带DRAM 而且它使用的是TLC的颗粒 TVW的表现也很不错 那这次看完影片 在留言写下 你想要用XPG Inventor X 组装的桌机配单 不能跟前面的人重复 订阅按赞追踪 就可以符合抽奖资格 我们会和威刚 一起送出这条 XPG S70 Pro 1TB 让你组装电脑更顺利 Inventor X 它对散热器的高度 支援到175mm 水冷排也支援到360 显卡支援到40公分 那加上其宽度也足够 其实主流的高阶显卡 在这个空间上 都不太会有问题 这次的选卡选择的是 华硕的TUF GeForce RTX 4060Ti O8G Gaming 是比较中阶定位的甜品卡 因此在尺寸上 也不太需要担心 这个等级 可以满足大多2K解析度的玩家 但如果你要上4K的话 通常就会比较吃力 三风扇的配备也非常浮夸 电源接头采用的是单8PIN 如果你要对应到 比较旧的电源也可以使用 不过这次电源 我们使用的是 XPG Core Reactor 2 850W 它是白色的外壳 虽然放在机壳中 它其实会被遮住 也看不到它白色的外貌 不过它本体还是蛮好看的 如果你选择上面这样的配备 因为这次选的显卡 是比较平价的 其实你选XPG同系列的 650W的电源就可以足够了 而散热器 如前面画面看到的 它的水冷头是自带LCD的 这款是ID Cooling的Space LCDSL360 我将机壳预装的排风扇 下调到最低的位置 空间上是没有什么插单 就是装起来比较好看 灯光比较不会互相遮挡 安装好Windows 11之后 透过它的专属控制程式 就可以调整LCD上面的图片 还有资讯的呈现 还蛮丰富的 萤幕则是我最近在使用一款 很便宜的萤幕 是Terra的2427W V2 它是一个非常入门的萤幕 但是具备了4HD 以及100Hz的规格 而且还支援USB-C的输入 那回到机壳来说 除了机壳顶部有防尘滤网 机壳下面也有抽举式的滤网 从侧边就可以抽出来了 那机壳内的过线孔都蛮大的 加上机身 都有一定的宽度 在主机板上方过线的区域 其实空间很大 双手下去工作都还蛮轻松的 走线槽也有预装魔鬼毡还不错 那这个魔鬼毡它是稍微复杂一点的 贴回去的时候要穿过那个孔 其实用最阳穿的魔鬼毡 我觉得就可以了 机身背后的整线空间 也有预装硬碟架 硬碟架上面可以装 3颗3.5或2.5 真的是把空间用到极致 不过我这次选择的是 被插湿的主机板安装 实际安装好之后 因为这样会有更多的线 更长的线留在后面 所以我觉得硬碟架 其实有点安装不上去 那我想如果是一般的主机板 加上合理的理线 这个硬碟空间还是可以使用到的 另外主机板跟机壳搭配的时候 因为这个主机板的F-Panel区域 刚好是机壳背后主要的走线槽 就会挡到 所以要稍微闪一下 机壳右侧的侧板 上面配合前置进风的区域 留有一些开孔 但它不仅仅只是开孔而已 这边有做磁吸的滤网 吸附在机壳侧板上还蛮贴心的 而板筋的厚度大约是0.9mm 玻璃厚度3mm 玻璃的安装方式不错 但如前面提到的 它前置是卡扣 而左侧是上抽 这个在操作的时候 逻辑上就有点违和 你要习惯一下 当然也代表着 如果你要拆侧板的话 就一定要拆天花板 有一点小麻烦 所以我建议 装好以后就不要再动作了 也避免后续拆装的时候 像这样的机壳 在玻璃上是很容易留下指纹的 就可以避免掉这些问题 这不是Inventor X的问题 基本上是海景机壳 都会有这样的通病 所以可能就是要 尽量准备一个擦拭部 尽量把这些指纹 手油擦掉 风扇和ARGB的灯光效果 都是有支援串接的 在安装上也蛮方便 所以即便没有独立的控制盒 还是可以透过 主机板上面的IO 直接控制 还是够用 机壳前面本身是5A柱的设计 它就让整个零件的科技感 还有ARGB的效果 都不会被遮挡到 在配件方面 除了刚刚前面讲到的 因为它将显卡直立套件 跟机壳捆绑一起销售 价格比较高 如果你撇开这件事情不看的话 它其实本身也付给了 消费者显卡的 一般安装情况下的支撑架 在安装的建议方面 除了前面提到的 如果你用被查识的主机板 它可能在后面的硬碟架 不见得安装的上去 另外我也建议大家 在选择XPG Inventor X 这款机壳的时候 真的要先想清楚 你是不是会放在桌上使用 或是你愿意改变习惯 配合它 然后以前可能放在地上使用 现在会放在桌上来使用 因为首先它本身 就是海景机壳了 那你选择它 应该就是想要看到 电脑里面的零组件 那放在桌下 其实就比较难看到 当然有些人也会这样做 但我会觉得 这个应用场景 它就是让你放在桌上的 其次它有两面玻璃 如果你是一些 有滚轮的半工艺 那把机壳放在地上 就很容易撞到 而且放在桌上的话 这样你使用前置的IO 会比较顺手 也比较符合它机壳原本下置IO的设计 不然想想看 如果你把它放在地上 每次插把IO 就像在做伸展操一样 而且经验上来说 如果你机壳放这么低的位置在地上 其实那个灰尘 是蛮容易跑进那个IO里面的 总之 我建议你放桌上 比较让我疑惑的是这个USB-A 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 它设计的方向 跟大多数的装置是相反的 那如果你是有在 记忆USB-A方向的人 那就会需要适应一下 它跟你一般想的会不一样 那当然另外一个USB-C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此外它的玻璃是朝向左边 所以在桌上预留位置的时候 也要记得把主机放在右边 而在价格方面 目前黑色款是4590 这个白色款的贵一点 贵100块4690 比较适合你想要海景机壳 而且原本就有打算 要买显卡之力套件的人 你这样买一整套才会比较划算 如果你只想单买机壳 用不到显卡之力支架 那你就会觉得这个价格是偏高的 因为它就是绑在一起卖 或许威刚未来可以在策略上 试试看贩售无限卡之力套件的版本 让大家可用3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 会降低很多人的难度 此外像威刚这样 直接帮你把风扇刀都准备好 对新手来说也是比较容易的 不用花太多心思去考虑这个风道的问题 好那么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你想组装电脑的话 赶快留言你的配单 祝你抽到SSD哦 邀请你按赞订阅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